新聞頭一條來關心 高雄西中西大樓揮警作成40歲的人思夢 在在以前之前的中華市教育大樓 也是4的人 中華館長王妃美就來到中華館議會 進行市政報告的時候 是主動來提出 同樣是老巨大樓的 萬臨忘金帝國中生案 希望各位真的可以試試 館議會進行館長市政報告 其中有去講到萬臨忘金帝國的中生案 對出關於萬臨金分表時 高雄大會造成40歲的人思夢 地方館部愛就是這項改善價位 館長市政報告裡面有十七項 有說的推動園林黃金帝國大樓 周邊地區活化再利用 我覺得這個問題對萬人已經說了很久 黃金帝國主求化他提供後防衛在那裡 他的利用度太多了 現在只能做旁邊的樓下三圈 在擺檔的使用而已 然後再把它組織起來 那組織起來之後 第二個才能夠來進行 整個都市更新的活化和利用 那我們當天的一個參加的狀況 那基本上已經接近要過半數的 一個參加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也順利的找到了整個 在管委和美組織之前 我們找到了這個管理負責人 我們找到了兩位管理負責人 會來負責整棟大樓的聯繫 那後續我們就會積極來介入 這棟建築物的整個管理以及相關的一個運作 黃金帝國的方位的問題 自求你的大地檔料後到剛才的嚴重 這會先是中華企業的教育大樓火災 又跟上高峰的聲中聲大會 北朝議員都希望關鍵負責會 可以跟黃金帝國的問題做一個解決 大樓新聞中相聲話才行不得